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请辞 要参加高雄市长的补选 现在更传出他要严览 民进党内人气超高的吴怡农 以及在罢韩行动中 相当活跃的时代力量 是议员黄杰加入团队 而吴怡农的爸爸 也就是前中研院的院士 吴乃德提到 对于儿子的下一步 他不会劝进或是劝退 只要吴怡农做出决定 他都会支持 不过首播公布的团队当中 吴怡农跟黄杰都不在名单当中 两个人未来会在团队扮演什么角色 也让各界拭目以待 最后一次参加行政院会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将重批战袍 回高雄选市长 而他也开始招兵买马 就是这句 移农我们高雄见 传出陈其迈将延览民进党高人气男神 吴移农加入竞选团队 吴移农的父亲 前中研院士吴乃德 是否有听说儿子的动向 我从来不会欠进也不会欠退 不知道的 难说的 吴乃德低调回应 对儿子的下一步都会支持 而外传也会被延览进竞选团队的 高雄市议员黄杰 则透过书面回应 合作目前都还在讨论中 但只要对高雄有帮助 他都不会排斥 党内跨派系 然后在政党之间跨党派 甚至是跨区域的 在全国各地的人才都会来 呈现在这个国人或是民面前的 一定会是全新的气象 陈其邁2.0真的很值得期待 而陈其邁竞选团队陆续就位 第一博名单出炉 规划由前代理事长徐立明担任主委 赵天龄出任总干事 发言人团队 廖太祥 高敏龄和林志宏出马 首博名单 吴乙龙和黄杰都没再列 但未来这场选战 两人在浮选上 势必都将扮演重要角色 至于什么角色或许要等陈其邁 自己来揭晓 记者林辰之夜的影范 小路上特别有报道